这盘棋讲解是2024年的虎门公开赛第十轮 红方是万科,黑方是离近 双方是先止路的足底炮 架中炮之后呢,有这个飞向的走法 但是呢,红方可能啊,有这个弃马的手段 或者说,他这边还有上马之后 让你过一个足飞向猛攻的手段 这两路变化呢,都难以应对 那本局我们来看一下上正马的走法 这是一种新式走法 就是你要吃我这个中足我就护住 你要是上马,那我就过个病 心安理得,你要换就换吧 所以这个棋他骑马就不成立了 他现在上马之后呢,这个棋黑方仅骑足 这儿的话,这个棋对方正常如果出具就看住 他是先上这个马了 这个特点就是引你去冲足,他就上 等于冲着一颗他踩进来,有一个抢空头的棋 所以的话,黑方决定先飞向 不然有空头跑,下部就充足了 对方就出具 出来之后呢,这个棋啊 游走巡河鞠的,游走这个马下进六的 巡河鞠呢,就比较稳 上马的话,其实属于骗招系列 就是他要抢一步棋,强行换掉之后进去摁着你 那么你正常肯定要封锁他 这儿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踩他 否则他有一个骗招就打将抽鞠 你这一走之后,他来一个反棋鞠就非常厉害了 那棋完一将抽着鞠 下部这炮三金三一打呀 将来随时马一走开就重炮杀 所以他手段很多 这个棋反而是黑方有力啊 那么这儿的话,红方不应该去回马 红方他这个棋也有手段 就正常出狙 黑方肯定要打掉,准备一心换位 这时候他去踩 你一踩他打一将飞向 红方先手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想贪心 那就必败无疑 因为你看似吃了一个狙 人家把马踩掉,抓你抛 你抛一躲之后上马挡住你 正常你一捕视,他一平抛 下一步棋啊 进狙一点就非常危险 你退回的话,这个也没有用呀 他摁住你了 怎么办 推这个狙就是不让他上马 握朝挂脚杀棋 那摁住之后呢 到这你肯定想抛过去 挡住就不让你过 只能去吃 他这里可以随时看住 当你过来吃了之后 上马一招踩狙 你一吃将军出去 想重炮杀棋动不了 就补个视杀 想往里填狙,他退回不让你填 看着杀棋只能去砍 砍完之后呢,向着炮 甩过来呢,是想来一个 你打他马,他退回 打狙 但是人家这里有可能就是退狙回去 这个退狙的好处在于呢 有叫沙 你只能退回去填 这样的话,这个棋又转过你的炮 所以你这边呀,就不断的收制啊 一直守宫 最终的话,这时候看着没骑 其实他有一个龙宫探宝 打你去 你还得躲 因为打完还打着马 你还得上 一旦这个骑上去以后 他有一个回马 将军很厉害 你出来他就杀你 你还得回来 这退一将之后呢 到这儿,你正常要走这个炮 走开之后,他一甩开继续呢 将来聚三瓶子杀你 你飞向想对军 那没机会,穿一将 现在你要么颠炮 要么就下了将 如果颠炮的话 他有一个回马 将来跳马杀你 你这样走的话 他将军 然后退一将 你还得给他吃 最终这个棋啊 难免一败 所以呢 到这儿你很有可能 下来给他吃个马 这个时候 正常吃马就可以赢 但是这里还有翘手 点将之后呢 不管你啊 只管杀 接下来这个棋再穿将 因为你不能退炮回来 跳马一将吃个连杀 所以呢 到这儿你没有办法呀 你只能落势 被他把你炮抽掉 所以他不吃这个马 而吃这个炮 将来呢 你这个鞋跑不掉 所以这些手段呢 都非常犀利 我们可以看到啊 可见这一路棋 上马确实是有套路 黑方需要沿着以带才行 那么实战的话 他是走的拘二进四 求问 那这边就不是 那你上马 他这边就平炮 这其实还原到一个将来啊 不左势这种走法 但是红方没有不左势 黑方啊 直接这么去选择 稍显示弱 不过这个棋呢 应该来说 黑方他也是比较稳妥 能够抗衡 就是红方能够多抢一个足 到这儿他踩一脚 这边正常如果退一步 上编马出局 跟这个普世招法是还原的啊 退两步的话 就马齐进五 只要机会足三斤给你拼 你要踩掉上马也踹你的出局 就不断利用你啊 那实战是打过去了 不想被利用 那这儿他走了划三推 这步棋啊 值得借减 他准备马二进三踩炮 一心换位啊 下得非常高明 然后呢 对方还不能踩 你也踩他上马 你再退回他也踩 你也是这边 可能还要丢一个啊 所以他决定飞个向 稳一点 这儿的话 黑方一踹 他往回一躲 等于说是白撤了 黑方两个足 但黑方也不怕 他马去进五 准备上 红方的话 不是想出局啊 他就进足腰队一下 正常一队的话 这马上去也是蛮厉害 那这儿的话 红方不愿意 他兵五斤要欺负这个马 黑方就先拱对方的马 对方也就打 双方在这儿展开激战 然后这边就向掉 接下来马五斤丢 踩他 那正常就落个向 找机会可以踹他 那么他炮九平七 你踩他的话 有可能扑巢 将来出去抓你 所以呢 节外绳枝 他退回的话 就不让你扑巢 然后再踹你 黑方就急急出局 不让他踹 其实这时候应该走平炮 平炮的意思在于呢 就是说你狙不能动 你一动我吃你冰 将来你不动 我还下底炮 踩你相 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满意一些 那刚才说到 如果红方回马 踩会怎么样呢 黑方要么就上马 看住 要么就出局 他一打再撤回来 准备踩兵 都可以下 所以记录棋 应该来说 平炮比较积极 但临场确实很难想到 他常规思维就是出局 结果人家出来跟他一对 因为这时候 你再躲的话 还是被人家利用 这个局过来 可能要威胁马炮 这儿他就换掉了 换完之后很明显 红方多兵占优呀 黑方也看得不行 我得吃一个 红方就冲 用这个兵来把这个马困住 比方说将来 这个棋就靠兵过来围马 就问你怎么办吧 黑方马炮虽然厉害 但这个足过不去 终究呢也是难成大棋 你要是凭这儿 卡着马腿 这马就上来了 所以的话 他往这边甩 这时候呢 红方只管冲 他就贯彻围这个马 黑方呢 这个棋走进炮 先打马 那红方就给他换一下 黑方不肯冲 常规招法是马三进五 因为多子取胜 不给他对子 因为你越对子 就不好赢呀 但这时候他偏偏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着回马心枪 可以踩双 这个足没了 相当于对一个子 吃一个子 买意赠意呀 那他一看有这好事 何乐而不为 现在这个棋马炮 就三个兵围着他 到这的话 黑方唯一的希望 就想幻想着 把这个兵赶快吃掉 或者对掉吧 想哭顶 结果人家飞了个象 天外飞仙 你想吃兵 上马看住 下巴打你足 没脾气 甩开之后呢 他先上马卧槽 叫而杀 你就有直视 然后呢 平泡一打马 怎么办呢 就有闪 直接过来吃你足 没脾气 你只能换呀 人家看住 这棋走的气人 他吃你的足可以 你吃他的兵就不行 那这棋啊 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 飞仙桌子不可以 飞个象吧 准备打他 对方这个棋 还平兵 欺负你 你一打 人家还不给你换 直接上来踩你试 这试你总不能不要吧 但是你不是的话 象就丢了 他只能说打一架 跟他拼了 但是你就有一个炮在前线 人家现在这个棋啊 要围城 到这的话 人家还先不吃你足 先把象吃掉 然后个应你 这棋走的 没办法 上马之后呢 打掉你 这个棋可以说万箭齐发呀 那么黑方想纠缠 又不能犯规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到这他飞象 然后呢 人家小兵就准备一下 锁马 关键你又不敢上 上来一踩之后 底下这个门呀 所以都在这认输了 为啥呢 你再走这个 人家这个马又上来了 请问你怎么走 看着好像上 对方一平再上 上去了 人家不平 人家走这个棋 请问怎么走 你这个棋敢飞下 那穿一架把马 卷主这兵两部马冲死 那肯定不行 所以你第一感觉 想的是落底象 将来这马可以上了 但是的话 这个棋呀 你的平边一摁 你还上不去 这棋确实吓得起人 退回之后呢 他这个棋继续上马 这边有窝窗马 杀棋呀 你哪有心情上马 对吧 所以到这 你只能知识解杀才行 上来一锁 将军 那就有上 因为你出来的话 这个棋大通小异 他这边有一个 这里迎面就是一将 一个迎头通缉 就打蒙犬了 就上 将军的话 直视 常规招法是回马 那么这样的话 他会有一个电马 抖回江之后呢 可以把这马抓死 但是想杀棋 没那么容易 那这儿黑方 如果执迷不悟 想要去保 那一冲不进去了 双将杀嘛 因为你推炮了 也挡不住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有很多人 可能常规招法 喜欢这么走 那他一锁之后 你还不好赢 不过呢 还有办法 就他知个事 老将进来 用兵硬拱马 哪怕你这个棋之士 那都没有用 到这儿的话 那你还得躲 你一躲的话 这一拱兵追死 即便你不躲 他也是这么一招棋 将来的话 这个棋 比方说 把马一吃 你这一吃就杀 不过这样啰嗦 没有下兵解名 那么这就是 关于对方 出老将的走法 这边有一个品兵 品炮杀 这儿如果说 对方上去 那其实呢 就是实战招法 他可能就往这一放 什么意思呢 就用炮过来堵住马 这个小兵马马 活活抓死 那你肯定不甘心 想逃呀 那穿一枪 你往哪逃 还得回来 到这儿 他冲边兵也可以 他慢 冲这个瓶快 你往这走 你现在跑不了 他往这一放 你怎么办 打还是不打 一打马没了 不打的话 看着他品兵的马 抓死 所以这个马 最终呀 被升勤了 根本就跑不了 那到这儿啊 李静一看 大势已确认输了 这盘棋啊 万科获胜 这盘棋啊